有一个问题是说 为什么没有底心立方的一种结构 是吧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只要知道 就是说肯定是有一种更简单的 这种替代结构就行了 但是让我们自己去找 它这个是什么结构的话 有的时候是挺难的 而且这个没有必要是吧 我们这个不是数学 不是来考数学 这个能让计算机就可以很快的就完成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电脑是怎么做的 这个软件使用的是Material Studio 它是一个商业软件 不是免费的 我们现在看电脑怎么办 我们先建一个他所说的这种结构 是吧 那么新建一个这个三维的这个晶体结构 那么我们现在建立一个晶体 是吧 它现在让你填这个晶体的参数 我们选择PE 我们说230种空间群的话 你选PE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原始晶包 你可以自定义它里边的任何东西是吧 那么我们就选PE 它默认的给你的就是一个立方结构 我们把这个经格常数改的稍微小一点 这个10A有点大 都改成5 然后这个这现在就是一个立方结构了 都是90度 这些都不用动 这就是一个立方结构 那么我们现在要添加原子 原子呢 我们随便填是吧 就假设它就是碳 那么要先把它八个顶点填上 那我们填000位置 它就会把八个顶点都填上 现在填上了八个顶点 然后我们再填两个底线 那么就填两个0.5就行了 不管填在哪 反正它是立方吗 两个0.5 现在就是一个底线立方 我们把这个改的好看清楚一点 改成这种球棒结构 那么这个结构 它有没有一种更简单的替代结构呢 让电脑来看 我们在这个build里面 这有一个对称性 然后电脑让它寻找对称性 好吧 然后点击寻找 那么电脑告诉我们什么 他说这个结构其实是一个P4MMM 那么大家如果去查一下这个P4MMM 或者你查这个230个空间群 它的这个叙述在123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四方 四方结构是吧 就是一个下边是方的 然后它的长不一样 那么它已经把这个金额常数都告诉你了 是3.5355 3.5355 然后它的长是一个 它的高是一个5 然后这都是90度 是吧 这就是其实是一个四方结构 那么我们给它 点击一下强加对称性 就是说你现在给我寻找到这种对称性 我现在让你就按照这个对称性来把这个改一下 好那它现在就告诉我们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它的更简单的一个结构 我们把它这个参数再看一下 这个是A和B都是3.535 然后它的高是5 我们发现这个高其实就是我们刚才那个立方结构的它的这个边长 是吧 这个3.535是什么东西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3.535是哪个数字 那我们现在如果想看得更清楚一点 它和我们刚才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和刚这个我们说现在看不出来 它有任何面这个底线立方的这个感觉 我们把它的这个扩大一下 全部选成2 那我们现在再来观察 看能不能看出来刚才的那个底线立方在什么地方 那么刚才那个底线立方其实是这样的是吧 是这么一个方的 然后和下面的这个方 然后 然后它的这个底线在这儿是吧 所以 所以说它的这个 这个地方是5 这个地方是5是吧 那你们可以算一下这个地方是多少 这个地方就是 其实就是3.535了 就是5除以一个 根号2的 那么 这样就可以看出来 电脑很快就可以告诉你 你给它一个 有对称性的结构 但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的话 电脑可以很快的告诉你 它是一个什么精细 不用我们自己去找 不用我们自己去找 这就是这种方法 我们自己去找 我们自己去找 这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自己去找